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佛像显灵 隆熙人李大安 是公布尚书李大亮的哥哥 唐高祖武德年间 李大亮担任粤州总管 李大安从京城前往太史堂 李大亮派奴婢庶人 跟随兄长回去 走过古州路桥后 住在旅社中 奴婢中有个人 早想要谋杀李大安 等到李大安睡熟 当时夜已过半 这个奴婢用短剑 猛刺李大安的脖子 剑穿透脖颈插入床板 这个奴婢没来得及 把剑拔出来就逃跑了 李大安惊醒后 忽来仆人 剩下来的几个奴婢 要替他拔剑 李大安说 别拔剑 拔出来 我就死了 可先取来纸笔 让我写信 等他写完信 县官和医生也到了 便为他拔去短剑 洗伤敷药 而李大安 而李大安便昏厥过去 他只觉得 好像做梦一般 见到有个一尺多高的东西 长得不像人样 宽厚有四五寸 形如猪肉 离地有二尺多 从门缝里进来 到了床前 他传出话声 赶快还我猪肉 李大安说 我不吃猪肉 为什么欠你的呢 这时 听见门外有人说 弄错了 那个不像人样的东西 就扔从门缝出去了 李大安又见 庭前有吃水 清澈可爱 池西岸上 有一尊同志佛像 高约五寸 虚余渐渐变大 化为一个和尚 披着一领 崭新洁净的袈裟 对李大安说 你受伤了 我现在为你去掉痛楚 你会平复的 回家后 要念佛行善呀 那位和尚 便用手 抚摸了一下 李大安脖颈上的伤口 然后离去了 李大安观察 和尚的形状 只见和尚背部的袈裟 用红布补了一块 约有一寸剑方 很是鲜明 接着 李大安苏醒过来 他伤口也不再疼了 并且能坐起来进食 过了几十天 京城的子弟们 把他接回家 家属亲友都来态事 李大安对他们 讲起受伤的情况 和见到佛像的事 有个婢女在旁边听了 就说李大安刚离家时 他妻子让婢女 请工匠 铸造了一尊 铜制的佛像 铜像刚铸成 用油彩化衣装 不小心有一点赤纱 滴到铜像的背上 当时让工匠抹去 工匠没有抹去 现在赤纱依旧 形状正如主人所说 李大安便和妻子 与家人一起去看 正和自己所见无异 那背上的珠点 婉然是袈裟不坠之处 于是 共相惊叹 知道 是这尊佛像显灵 化身为和尚 前来救治他的脖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